选举委员会两天后就会敲定 沙拉越州选的提名和投票日 但沙州国阵大家长丹斯里阿德南 就为了避免成员党因为分裂 衍生扯后腿的情况发生 祭出的直属候选人方案 看似能够划以国阵步伐 枪口一致对外 但是学者就分析指出 这套招数存在一定的风险 因为候选人为了争夺一级 被逼在退党后又另组新党 以名正言顺的加入国阵大家庭 这样的局面将使到原本就已经 错综的体系更加复杂 沙拉越向来被视作国阵的大票仓 反对党要动摇沙州政权 谈何容易 但自从国阵成员党之一的人联党分裂 催生联名党之后 州一席分配一直谈不拢 为国阵求胜的征途增添变数 人联党在2011年的州选攻打19席 囊括的6席中只有两个华人选区 学者分析 陷入争议的议席 都是人联党上届高奏凯歌的选区 不过4名中选议员之后却闹分家 因此阿德南要保住华人议席 就不能忽略联名党的影响力 人类似 Wong Sungkuh 在Bawang Asad 他是领党的领党 他是领党的领党的领党 不仅是Bawang Asad 人联党和联名党谈不妥 迫使阿德南最终采取国阵直属候选人制度应战 分析员指出 这项方案看似两全其美 但依然存在风险 甚至催生新政党 对于少sek来的nae 继续 因为本ichi人有些公式的历党 解更多了 您从一个历党的部门 180了 再继续 您属于中立身 Oliver 后不 � zł 您 Luther licensing都本身� Ebars 不对 因此 您又要认透于联名党 在刚才是 年轻荡搖呢 阿德南第一次统帅出战 预算攻下至少60席 要比上一届周选交出更亮眼的成绩单 在许胜不许败的情况下 这一招直属候选人质 究竟可以收取多少效益 只能拭目以待 巴德公先 陈思悬 万尼报道